大家好 我是Ray 欢迎打开M2档案 《正义联盟》里面 饰演闪电侠而出名的人气男星 Ezra Miller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因为嗑药 盗窃 攻击商人 以及涉及到一起人口失踪案 而登上了警方的通缉名单 超级英雄 变成了通缉犯 只能说在现实面前 好莱坞的剧本根本不值一提 这个Ezra 几个月以来的各种癫狂表现 让人看得如同坐过山车一样 要知道 他可是闪电侠呀 新一代超级英雄 DC宇宙里能够拖出来 跟漫威蜘蛛侠一较高下的正义化身 Ezra事件一出啊 其他明星的出个鬼 离个婚 都不算新鲜事了 因为他的丑门简直是一颗炸弹 直接在人们眼前爆开 三观被炸碎了一地 这个当红炸子机 到底出了什么事 怎么走到被通缉的地步 咱们今天就来个懒人包 把这个事从前到后 扒一把 咱们还是先从Ezra的家庭说起 时间推回二十多年前 那时闪电侠还是一个小正太 他父亲是新泽西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母亲曾经是一名职业舞蹈演员 Ezra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和美貌 从小就非常引人注目 只不过天生有些口吃 而父母怀着越是不行 就越要下猛药的念头 把小Ezra送去学习声乐 于是在其他孩子打球 骑三轮玩泥巴那年纪 Ezra就在练功房里 咿咿咿咿的吊起了嗓子 学的还是古典歌剧 也许是命里注定要吃远一圈这口饭 几年以后他不仅成功治好了口吃 还在一出叫做白乌鸦的歌剧里 展露头角 16岁那年他出演了一部叫做 《课外时间》的电影 一出道就是难以好 初次出电就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Ezra不顾父母的阻拦 毅然放弃了高中学业 一心想要追寻演员梦 他也的确得到了回报 跑了两年龙套以后 他在电影凯文怎么了出演男主角 电影讲的是一个纯真少年 如何成长成一个校园杀手的阴暗故事 明明之中啊 这个电影多少宛如Ezra后来人生的写照 看完我们的视频 你可能也会问一句 闪电侠你怎么了 说回Ezra本人 他尽管在出演凯文怎么了的时候 还不到18岁 但是却将里面那个脆弱 英语癫狂的少年演绎的入目三分 让人看得后背发凉 有资深影评人将他与早期的小李子相提并论 说假以时日啊 这个天才少年也能成为一代影帝级的人物 一年后 他在青春边《壁花少年》里演了一个同性恋高中男生 而跟他对戏的 当当当 是哈利波特里的贺名 Emma Watson 也正是因为Emma小美女的影剑 Ezra加入了哈利波特的衍生系列 神奇动物 剪掉了一头标志型的长发 出演了那个看着呆萌 但是却深不可测的Credence 在经过了这一系列的铺垫以后 Ezra终于迎来了演艺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闪电侠 其实这个角色有非常成功的美剧 在DC电影《宇宙》里 分别在《蝙蝠侠大战超人》 以及《自杀小队》里面露过脸 但是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后来的《正义联盟》 尤其是他跟《蝙蝠侠》那句经典台词 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网络热梗 尽管《正义联盟》的口碑不佳 票房也没有达到预期 但是闪电侠这个角色 却因为天真又带点嘴贱的性格 狠狠地刷了一波观众好感 人气直追荷尔蒙爆炸的海王 后来的扎倒剪辑班里 不仅完整了闪电侠的背景故事 让角色更加丰满 更是在最后大决战中给他添加了大段 用速度充能的戏份燃爆全场 这么一个有颜值 有实力的人气少年英雄 制片方当然是不能放过 闪电侠独立电影很快被立项投拍 放出豪言 就是要对标隔壁漫飞的蜘蛛侠 可是啊可是 就在这个繁花灼锦烈火烹油的档口 闪电侠却开始放飞自我 频频出事 他先是在一个漫展上 在镜头前面闹出了一出 强吻男粉丝的戏码 在当时的问答环节中 有名粉丝半开玩笑地问 闪电侠是不是不会喝醉 结果Azra直接入戏 表示闪电侠跑那么快 身体新陈代谢超强 酒精什么的都不是个事 跑跑就挥发了 然后看对方依然有点不幸 Azra一边说着 我让你闻闻我嘴里有没有酒气 一边掰住粉丝的头 众目睽睽下 咬唧一下就亲了上去 这个影片被放到网上以后 很快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除了对男人性骚扰 也应该是骚扰 明星要做到既不动手又不动口 这样的讨论以外 八卦群众更加好奇的 是Azra的性取向 毕竟不是每个直男 都会对另一个男人 上手就是一记kiss吧 面对这样的质疑 Azra出面进行了澄清 她说她就是跟粉丝 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那个男粉也没有觉得被冒犯 反而还因为被偶像线文 给美得不要不要的 至于抢粉更是无从说起 Azra表示自己是坚定 捍卫好莱坞 MeToo运动的 原因是她当年出道的时候 就被某影视圈大佬 灌酒后侵犯 所以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 和性侵行为都深不痛绝 这一招转移视线 实在是溜了溜 人们的争议焦点 很快就变成了 那个好莱坞大佬究竟是谁 而对于Azra的性取向 她倒是给出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解释 她说自己是个跨性别 酷儿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前半句跨性别 大家都知道 那酷儿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啊 不同于主流的这个性别观念 认为啊 仅存在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 酷儿觉得 自己的性别处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觉得自己既非男性 也非女性 或者既是男性 也是女性 或者完全拒绝任何性别 这个性取向听上去有点绕 是不是 可是不光嘴上说说 Azra还真有本事把人给绕进去 有个叫做Dakota的12岁印第安少女 在和族人一起抗议政府 在保留区开发右矿的活动中 认识了过来支持环保的一众名人 其中就有当时还没有成为闪电侠的Azra 两人在之后保持了好几年的通信 Dakota对于这个 比自己年长10岁的大哥哥 言听计从无话不谈 父母一开始觉得 小女生追着心而已 没想到 后来的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女儿开始吵着 要跟Azra当年一样退学 全心全意搞环保 Dima肯定觉得不靠谱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瑞典的环保少女了 结果 闺女还真的从兜里 掏出一张和环保少女的合影出来 我就不念了 咋的 人家逃学能逃成名人 我也能 原来和环保少女的关系 也是Azra给搭上了线 Dakota想要退学 也是她一通忽悠的结果 父母当即就让女儿跟Azra断绝联系 结果正值叛逆期的少女 干脆约了朋友 飞去伦敦 探班正在拍摄神奇动物的Azra 并且在她付费的酒店里 一住就是俩礼拜 父母好不容易盼到女儿回家之后 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女儿要变性 而且已经联系到纽约的一个医生 在她的指导下开始服用雄性激素 等身体适应了就要接受手术 叛逆的闺女突然宣布要变成儿子 爹妈当然是反对的 但是女儿直接搬出了Azra给她请来的律师 身体是孩子自己的 她要做跨性别人士 父母不得干预 否则儿童法庭上见 眼看如此 父母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 女儿可以继续服用雄性激素 但是必须要同时接受心理辅导 而且父母也必须一起参加 结果这一辅导 更是让他们气得不行 女儿不仅要变性 而要做一个跨性别的同性恋 也就是说 她变成了男人 爱的依然也是男人 那对象是谁呢 当然就是那个Azra 关键是父母那边拿出了不少证据 在Dakota去英国跟Azra千里相会之前 不管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是定期的体检报告 都显示她生理和心理 是一个普通的17岁女孩 完全没有要变成男孩的倾向 更别提什么跨性别同性恋了 Dakota这个事主要是琢磨起来 细思极恐 这里面有关性别的观念有点绕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想 首先Azra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个酷儿 那么作为真正的酷儿 应当是拥抱性别的流动性 那么按理说 Dakota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变性手术 俩人也能在一起 因为酷儿喜欢的是人本身 而与性别无关 对吧 那为什么现实中Dakota 要为Azra经历这个痛苦而漫长的变性手术呢 我翻了很多资料 查到一种说法 说酷儿虽然拥抱性别的流动性 但在性取向方面可能不是那么流动 Azra说自己是跨性别酷儿 她首先是跨了性别 也就是由男变女 也就是说她觉得自己是女性 说白了 有没有可能这个大明星 其实就是想以女性的身份被男人喜欢 于是对这个涉事未深的女孩 几年下来潜移默化的洗脑 让她为了自己 先变成男人 然后再拿下 这么说就对了 这反正是我的理解 作为一个直男呢 我尽力了 我非常尊重LGBTQ 也尝试做了功课去理解这里面的区别 如果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 欢迎大家评论来指证 这个事情发展到后来 Dakota干脆离家出走 搬进了Azra位于福蒙特州的一个农场中 要彻底跟父母断绝关系 而父母则以右拐绑架 对大明星Azra提出了起诉 没想到 刚开始就遭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家人是来自印第安部落 孩子的出生是按照传统 自己在家接生 并没有手续 直到上学的时候才登记 这样一来 Dakota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生 就成了父母说了算 在父母拿出的证明文件中 Dakota出生于2004年 所以2022年6月 班走跟Azra同居的时候 还不到18岁 但是偏偏女儿手里 却有另外一份文件 显示她出生于03年 现在已经19岁成年了 不受父母监护 而儿童保护部门 也因此几次走访了Azra的农场 发现不仅女孩是铁了心 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还把自己的名字 从Dakota改成了Gibson 但是 这个农场还有另外一个Gibson 是Azra养的狗 让女孩变性跟她在一起 还起了和宠物狗一样的名字 这到底是什么天花板级别的PUV 然而呢 不仅是女孩的状态 让来访的义工深感不安 他们还发现了农场里 住着另外几个古怪的成员 一个年轻的母亲 和她的三个孩子 大的不过四五岁 小的只有一岁 这家人跟Azra非亲非故 却住在一起 而且屋子里到处是抽烟和大麻的烟雾 各种枪械刀具随处乱放 那个一岁大的宝宝 就在肮脏的地上爬来爬去的玩 孩子的妈妈也是精神恍惚 答非所问 只说自己是因为老公家暴 才带着孩子躲到这个地方避难 Azra可是个大好人啊 这家人呢 也是坚决不愿意离开 社工在说服卫国以后报了警 而警察居然也拿他没辙 倒不是因为他多有钱或者多有名 而是因为他手上攥着性别歧视这个神器 在警方公布的一次执法录像中 道场警察出于尊重 对他称呼Sir 没想到他立马大声警告 我不是什么Sir 我是跨性别酷儿 你要是再敢这么叫我 就是仇恨犯罪 这个呀 仅仅是闪电侠和警察多次打交道中的一次 他不仅在美国好几个州都留有暗点 甚至在冰岛还进过局子 2020年 因为疫情原因 Azra正在拍摄的电影被迫停工 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一间酒吧Happy 结果被一个女粉丝认出来 两人尬聊了几句 女生发现她的脚上似乎有几道伤口 就问她怎么了 表演欲很强的Azra说 自己刚刚从战场上下来 这就是敌人打斗时留下的伤 女粉呢也来了兴致 那你给我看看是怎么打的呗 结果上一秒还微笑着了Azra 突然掐住了她的脖子 将她摔到了一边的墙上 继续掐着对方 反手就摁到地上 如果不是旁边的人赶紧上去拉架 估计这场其乐融融的粉丝见面会 就会以可怕的方式结束了 这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后来被人放到网上 看着人们目瞪口呆 结果这事呢 就跟之前的强吻事件一样 Azra又一次出来解释说 就是跟粉丝闹着玩的 过了火 喝多了有点上头 但是我完全没有恶意 后来呢 也跟粉丝达成了谅解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只能说闪电侠的粉丝 绝对属于高风险人群 2022年3月 她在夏威夷的一间卡拉OK吧 用话筒 对着一个男人 劈头盖脸一通砸 看着对方抱头 逃下舞台 Azra却在台上哈哈大笑 三个礼拜以后 她又在一个私人聚会上 把一个过来求合影的女孩 头上用拖鞋打出了一道血口子 好不容易被好友保释出来 仅仅才隔了20分钟 她又因为在一个红绿灯 跟人怒怒而大打出手 当场给逮了回去 创造了当地最短出狱的记录 才短短一个月 Azra就出手连伤三人 难怪有人说 如果你在夏威夷旅行 你被闪电侠揍的几率 远远高于你下海游泳被鲨鱼给咬了 那么这三进三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说出来可能都没人信 Azra被罚款500块 外加不得再进入那个卡拉OK厅 这里面呢 除了是因为她老拿性别问题说事以外 更多的是因为华纳兄弟的公关 和他们金牌律师团下场的运作 Azra单纲主演的闪电侠电影 已经拍摄和制作完毕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准备工作 投资方已经砸进去了近三亿美元 适应的反响很好 预计会是DC宇宙 即海王2之后的重头戏 在这个档口呢 主演千万不能翻车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大事化小 摆平此时 把闪电侠直接给揪了回来 让他在眼皮子底下 老老实实地低头做人 结果后来的事情却是 华纳大佬想擦屁股都擦不动了 之前讲的那个印第安女孩 在cota的父母 在不断苦劝女儿都不见回头之后 干脆撕破了脸 直接去媒体爆料 要搞臭那个PUA女儿的混蛋 结果这事刚爆出没几天 又有一个女子向警方报案 说Azra在一间商店里 搭讪一名只有12岁的男孩 试图上下骑手凯游 直到被男孩母亲大声斥责 被商店保安请出店门才算完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声讨Azra的大军中 他们不仅在网上向华纳兄弟施压 要求闪电侠换绝 还同时对警方提出质疑 要他们加紧调查 至少要想法子解救 跟他住在一起的母子四人吧 结果呢晚了一步 在8月6日 警察终于拿到农场搜查令之后 他们发现那四个人不见了 Azra对警方说呢 是因为无法忍受网友们的反复骚扰 那个母亲已经在好几个礼拜前 就带孩子们离开了 至于去了哪呢 他也不知道 警方也联系了孩子们 远在夏威夷的父亲 结果他说啊 自己并没有家暴 而是老婆在酒吧 遇到了Azra之后 红杏出墙 带着孩子私奔到了农场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不管老公如何苦苦哀求 他都坚决要离婚 并且啊 也就是在两个月以前 彻底跟他断了联系 警察怀疑母子四人 被Azra藏了起来 但是这个准前夫却坚信 老婆孩子已经遭遇不测 事到如今啊 警方也不得不对闪电侠动手了 他们在8月7日 对Azra下达了逮捕令 不过不是因为母子四人的事 而是针对他今年5月份的 一起入室盗窃案 当时啊 他和几个朋友翻墙进入了 距他农场不远的一处人家 偷走了人家家里的几瓶明酒 在离开的时候呢 被主人装到身上头 拍了个正着 相对于人口失踪这样的大案啊 偷酒的事根本不算个啥 但是估计警方想的是啊 不能让这个家伙再疯下去了 先逮起来再说 结果呢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才发现 Azra干了件 闪电侠最擅长的事情 他跑路了 而跟他一起走的 还有那个依然对他死心塌地 是要追随到海角天涯的女孩 Dakota 闪电侠秒变通缉犯 纵然是华纳的公关团队有通天的本事 这也是没法洗白的 要是电影还没上映 主演就坐牢了 那出品方大佬们的脸就彻底没地儿割了 这就尴尬了 投资三亿的电影 要废了吗 在一个已经拍好的电影里面 换掉主角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之前讲过的德普诽谤案结束以后 网上发起请愿 要求将前期Harbert的戏份 从海王二里全部删除 但是华纳却顶住了重重压力 面对四百万个签名 坚决不从 原因就是 影片已经制作完毕 这个时候做改动 电影会变得面目全非 那么如果干脆不进影院供应呢 那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之前不久 华纳就因为影评人一边倒的负贫 将已经拍好的蝙蝠女 没上映就下架 投资的1.2亿打了水漂 眼看着 就指着闪电侠给皮软的DC 来一剂强心剂呢 不仅砸进去三个亿 还请了老板的蝙蝠侠 Michael Keaton 重出江湖 怎么可能说撤就撤呀 于是有传言说 华纳兄弟动用了手中 所有能想到的一切力量 下达了江湖追杀令 一定要把闪电侠给抓回来 正当黑白两刀 联合大追捕 搞得吃瓜群众激动万分的时候 事情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逆转 8月15号 在逃亡一周以后 Azra对外发表声明 说自己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 已经住进了一家精神医院 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 华纳方面也发出通告 说已经跟Azra进行了会面 双方沟通顺利 能够理解对方长期遭受 双向情感障碍造成的折磨 希望他能够好好治疗 也希望公众能给他一次 重新做人的机会 最后还不忘宣传了一把闪电侠 说尽管演员翻车 翻到了外太空 但是电影依然是好电影 希望影迷们依然能够到场捧场 感情您干这些破事 伤害的那些人 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 有精神病 就可以一笔带过了吗 这个可能是华纳公关的 最后一张底牌了 毕竟一说起病人 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心生同情 尤其是精神病人 那杀人放火 都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这样一来 至少能够在短期内 把这个事情给抚平下去 而把它关在精神病院里头 也能避免继续造出更多的幺蛾子 不过截止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 失踪的母子四人到底在哪里 是死是活 没人知道 也许 Azra事情的这个反转 还真硬了罗永浩的那个段子 你欠银行一百块 那是你的烦恼 可是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就是银行的烦恼 现在闪电侠靠着三亿美金护体 华纳像护崽子一样护着它 那么等没了利用价值 它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